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治局常委高层公布之后 给社会反映的这种测试和评估 那咱就别测试 评估了 那咱进去点击里头 咱就先来一把 咱看看后面这几天怎么过 那我们这里想跟大家说明 这个是从拿出来的资料 整个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那相信这些财产应该是在七个常委自己的名下的财产 应该这么说 但是咱国内党的斗争的历史 大家都是久经考验的 久经风霜的 什么都见过 红的 白的 黑的 紫的 有色的 没色的都见过 所以至于财产 如真实的财产 是什么样 我突然想起来 记得薄熙来弄文强的时候 说从水塘里弄出两千多万现金 拿油布包的 我相信朋友能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无论怎么样 无论怎么讲 这是圣诞大礼 那首先拿出来的第一个 那自然就是习近平了 文章这么说 习近平有房子三套 有钱二百三十万元存款 福州有一个公寓 那杭州市省政府家属大楼有一套 北京市紫竹院总政家属大楼有一套 这三个地方是他曾经三个主政的地方 这三个主政的地方各有一套房子 那都是看起来都应该是跟当时他的省级领导人的这种概念是相匹配的 而他存款只有二百三十万元 大家听懂了 存款只有二百三十万元 大家记得干掉的省部级的省级部级的都是几个亿十几个亿 几千万几千万就是小菜 李克强房子有两套 存款一百八十万 郑州省省委大院有一套 那北京市长江区红庙 经贸大学的原来叫经贸学院 经贸大学的家属楼有一套 这一套是他妻子的 所以他的 那李克强这个房子呢 是把他妻子名下的房子都已经算里头了 第三个张德江 房产两套 存款一百八十万 广州市有一套 在天鹤区 那北京丰园小区有一套 而北京丰园小区这一套 又是他太太名下 那也就是讲说张德江只有在广州有一套房子 正经八百的有一套房子 大家听好了 给我的感觉 这念出三个 他们不是下中农 他们就是贫农 因为在这个背景之下 2012他只有一百万两百万 只有一套房子两套房子 而他是相当于政治局 他是政治局常委 那在这个身份 跟他的财产配在一起 就是延安窑洞 是不是 就是住窑洞 这个大家要明白这种概念 于正生 房产有两套 存款三百七十万 武汉市有一套 上海市有一套 那这个大家要知道 那于正生呢 武汉一套 上海一套 是指他当初湖北的时候 在湖北主政市有一套 在上海主政有一套 刘云山看来是最穷的 现在主管宣传十年 房产有一套 存款一百七十万 只有一套房子 北京复兴门广电总局的宿舍大院 那就真的是贫困货 我跟您说 那广电总局宿舍大院 在哪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南李氏路跟长安街的交界 应该是路南 也就是复兴门 复兴山岸城的背后 我跟大家讲过故事 那有真武庙一条 真武庙二条 真武庙二条 我跟大家讲过那种故事 那一条小马路 几十家上百家 洗头的洗脚的 干什么都有 你进去不洗头不洗脚 扒衣服 那咱涛哥十几年没回去了 咱也不知道最后什么样 那刘云山住的是广电总局的大院 因为他主管宣传的 广电视 所以这是贫困货 王岐山房子两套 存款四百八十万 到现在看起来 王岐山是最有钱的 张高丽最后一个 房子两套 存款三百九十万 所以大家听明白了 以政治局常委的这种资产 作为一个背景之下 作为一个镜子的话 往下照 怎么照 作为习近平来讲 他要打掉下面的对手 昨天的有一个消息 说在国家剧院大分包里头 要唱歌了 他来一个高干什么音乐会 江泽民主要的利益集团 在十八大获胜了 开的是庆祝工会 江泽民还写了个序 所以大家就走着瞧 我跟您说 后面这到两会开之前 指定出什么事 在我们刚才送的大礼之前 在前一两天 国内的媒体 新华社大篇幅报道 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主的草根性 就是他们过去的生活照 特别是大批的家庭的生活照 拿出来 这个跟以往的风格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而且大家注意到 即使习近平的这种生活照 都是他包括年轻的时候 包括他带着女儿的时候 就是很简单的那种生活 很常人 很普通的生活照 有人说很草根 其实给我的感觉 他表现出习近平的 或者说他跟李克强的风格 想表现出的 与其说亲民 不如说换个角度 在西方的社会当中 作为不同的党派 竞争总理也好 总统也好 当他获胜的时候 他一定是把家庭的概念全拿出来 他在整个竞选过程中 也表现出家庭的概念十足 对吧 大家看看奥巴马 在两党竞争过程当中 都是他媳妇先出来说 我的老公是谁 我眼中的老公是谁 社会是以每一个每一个家庭 作为组合的 而每一个个人的尊严 和家庭本身的权利 是不容侵犯 一个政体 一个国家 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责任就是保护家庭 跟共产党概念不一样 所以在我说 与其说习近平他们 在媒体宣传当中 表现出的草根性 其实他附带着 由我刚才描述的含义 BBC报道是这么说的 官媒强调 红二代领导人的草根性 大家刚才看的照片 是习近平在上大学的时候 在义和园照的照片 那就是毛头小伙子 大家注意到 那都是当初 我们那一个年代上学的时候 大家表现出来的那种 其实相对精神层面 是宽松的一点 比现在还要宽松 实际 在当时 是因为邓小平需要 毛泽东的统治结束之后 人们被禁锢之后 为了能够缓解社会压力而需要 所以现在他再次宣传草根性 其实有类似当时的 孙邦倒台之后的 想缓冲这个环境的压力的概念 文章介绍说 中国公布了大量 中共最高领导人 政治局委员的照片 以显示出中共领导人亲民的一面 公布消息的时间 在英文网站上 是英文的新华社 是23号公布的 这里特别提到一点说 这样的做法 让人们感觉更加亲民 而且报道当中 有许多习近平的夫人 彭丽媛和女儿的照片 并且说习近平和彭丽媛 当初是一见钟情 这种说法很少见 那倒是 我觉得这种说法确实很少见 另外他提到李克强 李克强说吃方便面 吃泡面 和包括跟矿工握手 这就比较泛泛的 我觉得他底头很关键的提到 李克强在河南主政时 曾经同高耀杰女士 讨论艾滋病传播问题 高耀杰女士 八十几岁的高龄 今天躲在了纽约市 高耀杰女士正在写她 不知道是不是写她 第几篇的 有关艾滋病的问题 但是她不愿意见人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 她不愿意跟外部世界接触 那一个老人很孤独的 在完成她自己内心的 人性的 驱使她 要对这个社会 对人 对真相负责 那在这个时候 李克强 在国内在报道当中说 李克强跟高耀杰 去讨论艾滋病传播问题 但是高耀杰 因为艾滋病的真相 要拿出来 今天被迫跑到纽约去 背景离乡 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 对在一起 应该说明什么 所以文章讲说 新华社罕见的刊登 最高领导人 生活化的照片 令中国网民印象深刻 许多人认为 官方自己传递出 很多的 不同的信息 其中有一个媒体讲说 中共领导人 想让人民更多的了解自己 是对人民的尊重 这个做法 跟江泽民的高干在这个大分包里头 这个这个这个国家大剧院的大分包里头唱歌 形成鲜明的对比 所以你记住 习近平跟江泽民干什么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